錄影超好安靜 那個人的錄影超好安靜 視序 什麼是幫我關心的話 噓 安靜就上去 噓 為什麼安靜我一直在笑 好 好 好 又來 你還卡在那裡 我看不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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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遇到你們導致 他說你們 有人腦子不清楚 想要把什麼東西印在你們班服上 為什麼會覺得 那個人應該是不會吧 我記得那個人 不見到有80%都是水分 然後是進水很正常 人體有70%也有水分 才在進水分 然後你們導致又說 你知道要說什麼嗎 他說我才不要穿上面有你的衣服 他會覺得好傷心 然後 老師你女朋友就去穿就好了 可以把你多做一次 等一下 你們有沒有弄我錯送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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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追抱 真的 有追抱的同學 真的 真的啦 這個上次 安靜 我上次有講到 透過分點公司 有時候可以幫我們 比較實數的大小關係 上次是講到這邊嗎 對 這個例子 其實上次是不是 並沒有講完 對 這個例子 對 來朋友你仔細看 如果我要證明 3分是A加B 差不多在A跟B之間 因為你知道 當你沒有辦法去看斷 他的對錯的時候 當然你 你曉得 有時候你透過舉反例 就可以馬上說明他是錯的 那我可以問你 如果你要證明他是對的 假設他是對的 你要怎麼證明 你知道嗎 舉證明反正吧 不是 就是你要怎麼證明他是對的 如果今天他是一個 確定的大小關係 那你要怎麼證明他是對的 收縮靠 不要 對 你怎麼證明他是對的 不要 認真喔 來快點 怎麼證明他是對的 如果他是對的 你怎麼證明他 最深的 不知道 來 挑選很簡單 如果這個東西 他是對的 對不對 你要去證明他 首先其實你要做兩件事情 你要先證明 3分之A加B會怎麼樣 會大於A 然後 還要去證明B會大於誰 3分之A加B 對不對 你要證明這個對 然後這個對 這個不等於是喔 才會對嘛 那我現在做一個給你看 來 比如說3分之A加B 我們速度不用快 來 跟著我一起寫 來 剪掉A 什麼跟著老師怎樣啊 真的 因為是真的 看人家有3分之何 第一剪掉LOTO 2A 太太太太 一剪 2A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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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2A 1A 1A 2A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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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1A 1A 2A 1A 2A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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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1A 1A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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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取反例的時候 當你要找反例的時候 反例要從什麼地方去找 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去照這個反例的時候 你要從哪裡去找? 你要去找什麼東西? 力要比A大 然後你要讓這個B-2A怎麼樣? 你要讓這個B-2A 設法讓它效為怎麼樣? 但我一定罵 你要讓這件事情不成立 所以你的反例要從這個地方來找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還記得 你們班上上次有一個同學 是提引 他好像舉一個數據 他上次那個數據是多少? 他好像說A是多少? A是4 B是多少? B是5對不對? 好,你看喔 B是5、A是4 有沒有滿足這個前提? 有 這個意思 就是一個很標準的反例 所以同學你知道 事實上這個東西 它固定成立 可以嗎? 這個 要了解喔 那我要離開這個主題之前 我出一個小小的問題 來考慮一下我們班同學 好 來,你幫我考慮一下 喔 喔 他媽的這是我的臉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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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誰 來 好 那個縫隙 那個縫隙 是我的縫隙 都是莊麗軒的錯 老大 這亂塞老師的臉 這個東西好玩 試一下 太好秀了 秀的東西比較好爽 這個題目好 寫一下 搞搞你喔 臉色有先生病得不及 我覺得領班真的可能會有人 做什麼他們有我的班 這個題目好 哈囉 這個題目我要同學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判通他是不是正確 首先同學如果他是對的 你證明給我看 如果他是錯的 我要你舉反例 然後再告訴我 加上什麼條件之後 他就可以變成對的 我現在把我要你做的事情講清楚 來仔細聽喔 當V比A大的時候 我要你判斷這個東西對不對 那如果你認為他可能是對的 他應該是對的 那請你證明他 證明他是對的 那如果他是錯的 你試著舉一個反例去推翻他 然後再進一步告訴我 這個A跟B 或許我們加上了什麼 限制條件之後 就可以讓這件事情變成是對的 給你兩三分鐘的時間 請你做這件事情 可以嗎 好 同學我問你喔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喔 對還錯 錯 你給我一個概念 對還錯了 你判斷對還錯 如果你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喔 這個錯 是否正確 是不是no 來這個錯 那為什麼他是錯 我告訴你 我個人為什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首先 我不知道這個傢伙有沒有大於他對不對 他沒有關係 我把他們兩個拿來怎麼樣 相減 那這個相減呢 其實我們也就是透過通分這個動作 就很快可以做出這個東西嘛 那現在我問同學喔 42 67 42 42分之3A加2B 請問這個東西一定是正的嗎 不一定 不一定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他未必是正的 我們來 未必 是正的 好 這應該可以看出來 他不一定是正的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他是錯的 那我現在問同學喔 我這個AB喔 加上什麼條件 其實這個東西就會變得對 來 當AB都是什麼數 正數的時候 你聽懂嗎 你把它寫上去好不好 當我這邊喔 如果在補上 這個A跟B都是正數的時候 問你這件事情是不是對的 你就可以打破了 因為如果A跟B都是正數 3A加2B 當然就保證它是正的 這個 同學你自己把它寫上去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這個考試 像這種問題 這個經常都在考 然後他考試通常都考在選擇題 通常都考在多選 問理下列喔 這個大小關係 何者正確 我們以後會再發一些考題 給同學做練習 那其實同學你平常 如果有去補習班 或者你有做一些參考書的題目 我相信 這種類型的問題 你也經常遇到 這個應該是可以 OK 好 那我們這個比大小的問題喔 大概就先跟你談到這邊 會不會 好 那接下來 這個 我看看喔 接下來要跟同學談一些 什麼概念的問題嗎 再來一個淘寶寧 六是淘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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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淘寶寧 來 來 我覺得 拿一個淘寶寧 好不好 要三個 三個贊好喔 好 好 我覺得你比較少耶 人家嗎 那給他八萬一 八萬一 什麼東西啊 我們八萬一 好 我知道嘛 你在大聲什麼嗎 你應該有一個人被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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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喔 我們現在就趕快慢慢教 呃 對值方程式的問題嘛 然後 他問你說 s-1 的絕對值加s-2 的絕對值如果乃於k 那請問 如果他無限多組織的話 如果他無限多組織 請問k的範圍是多少 如果剛好兩個間 k的範圍是多少 在什麼情況下他會無限 什麼情況下他會無限 你想想看啊 其實他會用到的概念 我在之前也比較多 我解釋k小的一點 我們之前在講這個問題啊 我說過絕對值有什麼的概念 這距離 有距離的概念嘛 所以我們現在把距離的概念把它帶進來 你仔細聽喔 我們把距離的概念帶進來 這邊會有一個點叫做誰 A點的座標叫做負2 然後這邊會有個B點的座標 叫做誰 叫做1對不對 顯然你馬上看得出來 負2到1 這一段長度是多少 這一段長度是3 對吧 那同學 s-1 這個這樣講 這邊有個P點 想像在這個黑板上有個P點 它的座標叫做x對不對 然後你把這個pa連起來 pv把它連起來 同學這個東西我講過對吧 對 好那我先問你喔 這個s-1的絕對值指的是哪一段的長度 指的是pv線段的長度嗎 那在s加2的絕對值指的是pa線段的長度 所以我們現在問的問題是 pa線段的長度加上pv線段的長度 好 那它兩個都拿k 這樣子 好 填一點點字 那你告訴我 這個題目要怎麼去分析它 想一下 然後你把這四個填上去 你覺得這四個要填什麼 來 今天是12號 來 23號 23號 來 你告訴我 這個題目接下來我們分析 你笑得好開心啊 來 教學我跟你說 如果它大於3的話 來 教學我問你喔 pa加上pv 我們是之前有請那個總同學嗎 哪一個層值對不對 如果這段層值的長度 比3還要來得大的話 這個p點的軌跡會形成一個什麼 對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這個p點 我們上次講過這個p點 稱為叫什麼分點 叫外分點 好 那我問你這時候是幾個解題 那邊一個 這邊一個 所以這時候是什麼解題 是量解的情況 這時候是恰有量解 可以嗎 同學那接下來考慮喔 如果pa加pv等於3 來 那我請問同學 此次p點的位置會代表p嗎 av線段上的任何一個位置 是不是都可以滿足 pa長度加上pv長度 剛好都等於這段長度 叫做什麼 叫做3 這個時候這個p點 在av線段上 這個我們稱為叫什麼點 叫內分點 那請問同學 在av線段上的每一個點 都可以滿足 讓它等於3的話 這個時候來告訴我 這是什麼解題 無線多足解 這時候是無線解 滿足這種條件的p點 有無線多個 av線段上的任何一個點 是不是都可以辦得到 可以吧 這講過喔 然後再來 我們考慮喔 它小於3的情況 同學小於3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對不對 這上次分析過 所以小於3這種情況是怎麼樣 是不存在的 這種p點是不存在的 那不存在的話 當然就是什麼 就是無線 可以嗎 所以考試如果有人問你說 來 s-1的絕對值 加s加2的絕對值 如果等於2 那我跟你講這無線 對不對 如果它這邊寫 k如果是2的話 我跟你講這個p點 這個x是找得到的 我相信你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同學他現在要寫這個答案 來 無線多足解這一筆答案 k要等多少 k等於3 好 寫上去喔 然後如果是恰兩解 同學 k應該要指答 比3大 那5解的話是怎麼樣 k小比3 為什麼我們這麼比3小 對嗎 比3小小 那有解 所以有解是什麼意思 對 那1的 對 大於或擋於3 這樣子 215 東西 對 真是AP �оре 這樣你也爽 對啊這樣你也爽 這樣你也爽 那把玩具都要戴個甲寶 那個中指 同學都要嘴巴 來那個 好啦 冷靜冷靜 我這種題目 同學我跟你說 通常有兩種處理方式 那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透過距離來想這個是第一種 那還有第二種處理方式 不曉得同學 有沒有人知道第二種處理方式是什麼 第一種是透過距離來想 來距離 透過距離來分析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方式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簡單 我們引入什麼坐標 我們引入Y坐標 我們把原式寫成這樣 引入Y等於左邊 Y叫做誰 Y叫做 S-1的絕對值 加上 Y加2的絕對值 然後引入Y等於右邊 所以Y等於K 你把這個東西寫上去 這個以後我會講一個專題 特別來探討這個問題 就Y加2 哪裡 抱歉寫錯 S加2 沒關係 來 S加2 很大 可以嗎 有時候最近 我們晚上真的睡不好 為什麼 好好累喔 太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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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 安靜 來 解這個方程式 來看我看我 解這個方程式 就等於解這個連立方程式 這個連立方程式 我只是把Y引進來對不對 那 這個連立方程式 如果我把Y消掉 它就會回復到原來這個方程式 所以這個方程式有極足解 就代表這個連立方程式 它會有極足解 那這個連立方程式有極足解 其實就是代表說你要去研究上面這個函數的圖形 跟下面這個函數的圖形 它們有幾個焦點 同學你國中有這個觀念嗎 連立方程式的解 其實跟它圖形的焦點座標 其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它有極足解 這個連立方程式的AKS有極足解 代表說 這兩個圖形 你去觀察它有幾個焦點 它焦點的AKS座標 就是我們要的解 聽懂 有人聽到懂 有人聽不懂 首先我先問同學 YWK 這個圖形長什麼樣子 這個叫什麼線 水平線 沒關係 你現在先聽我講第一次 這個之後 我會有一個特別的專題 再來講絕對值函數 那時候會更清楚一點 那上面這個東西 水平線 這是水平線 YWK 然後再來 這是一個什麼函數 你知道 這個叫絕對值函數 那水平線的圖形 我想不用多做介紹 大家都知道水平線怎麼畫對不對 水平線你不會畫 對不對 Y-1 Y-2 都水平線啊 沒有問題吧 來 那我的問題就是 有沒有人同學知道 這種絕對值函數啊 它的圖形會長什麼樣子 有人知道 來 我畫圖給你看 旁邊 直角錯標有學過嗎 來 你把直角錯標畫出來了 我等你 好 I waiting for you 好 I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不要啦 不要等我 I waiting for 所以我不要等你 這問題 因為圖形等要交 對 棍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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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邊 你仔細聽 要畫這個函數的圖形 基本上 這個絕對值函數 它畫出來的圖形 是一個什麼樣的圖形 它是一個折線的圖形 折線 折尾 來 折線的圖形 來 那你仔細聽 它的轉折點在哪裡 仔細聽 仔細聽 S等於1 來 1這個地方 好 我們這邊 畫虛線 虛 對 然後 S等於-2這個地方 來 -2這個地方 這個之後 我們會再講一次 不過現在 我覺得第一次講 好 同學先有一個概念 你先畫兩條親子線 先把它畫出來 要畫虛線 畫虛線 畫虛線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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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學去絕對值 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透過什麼 討論對不對 那透過討論的話 我們一般來講 在畫這種絕對值函數的圖形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先把它轉折的點 先把它找出來 轉折的點 會發生在哪裡 你知道嗎 發生在絕對值為0的地方 比如說當 x等於1的時候 來特學你看 x等於1的時候 這個帶進去 它是0 1加2 這個時候是誰 3 所以你必須在圖形上 把13這個點把它標出來 123 13這個點在這邊 然後把它畫出來 這個點叫13 可以嗎 然後再來 另外一個轉折的點 在哪裡 x等於-2的地方 就是第二個絕對值等於0的時候 -2帶進來 它是0 可是你看喔 -2帶進來 -2-1-3加絕對值 所以是多少 一樣是3 所以你把-2-3這個點 一樣閃換好 它還要催轉 來-2-3在這邊 5 5-2-3 好 來我等同學 快點快點 等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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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睡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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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這邊 去絕對值 我之前講過 去絕對值 有一個基本的方法 就是討論碼 來你看喔 當x怎麼樣 大於等於1的時候 請問你喔 這個時候y會怎麼寫 當x大於等於1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正的 我們絕對可以直接怎麼樣 拿掉沒有關係 所以它和平之後 會變成2倍的x怎麼樣 加1 2x加1 你已經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第二種情況 當你的x比1小 然後比誰大 比-2大的時候 仔細看喔 當你的x在-2跟1之間的時候 你比1小減掉1是 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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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不是正的 所以絕對值去掉 會變成y等於什麼 負的 你這邊要加一個負號 變負x怎麼樣 加1 然後這裡是加上x怎麼樣 加2 所以這個時候會等到3 對不對 然後再來第三種情況 當你的x小於負2的時候 你如果比負2小 這兩個都是負的齁 所以去完絕對值都要加負號 這邊變成負s加1 來我看一下 負s加1 這邊變負s-2 所以負s負s 這邊變成y等多多 負2倍的x0 然後加1-2 所以是-1 OK 來 你先寫到這邊 這個時候走去